AK47的设计者卡拉什尼科夫 SVD的设计者德拉顾诺夫 如果这两人的儿子联手造枪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凭借着MP40冲锋枪在战场上占尽了便宜 这也大大增加了各个国家对冲锋枪的研发热情 然而苏联的研发和生产经验算得上是冲锋枪界的佼佼者了 仅波波砂冲锋枪就生产了超过500万只 在这一时期呢 眼牛冲锋枪便应运而生了 眼牛冲锋枪是由枪王的儿子维克多卡拉什尼科夫 和狙王的儿子阿列克赛德拉顾诺夫 共同设计制造的 两大枪械设计巨头的儿子连妹出击 堪称枪弹家话 眼牛冲锋枪因其俄文与英文单词 Bison同意 中文译为野牛 作为枪械大师卡拉什尼科夫的儿子 维克多所设计的眼牛冲锋枪也秉承了一些AK突击步枪上的经典特性 事实上 眼牛冲锋枪有60%的部件 可与AK100系列突击步枪互换 眼牛冲锋枪的发射机构完全取自于AK74M 而作为SVD狙击步枪设计者之子的阿列克赛 当然也在眼牛冲锋枪上 演习了父亲作品的一些特性 例如眼牛冲锋枪的前瞄具就有两种 一种为AK74M式的护翼保护准心 另一种为SVD式的护圈保护准心 眼牛冲锋枪全长690毫米 枪重2.7公斤 表尺射程100米 弹容量64发 眼牛冲锋枪最显著的一大特征 则是枪管下方的大容量螺旋式弹筒 其容弹量高达64发 射速为650发每分至700发每分之间 而且在持续射击后 还可以起到隔热作用 新的大技侠还在下面增加了防滑纹设计 在与敌人交火过程中 由于弹容量足够大 因此可以提供强力而持久的火力压制 弹容量大就意味着更换弹夹的次数少 火力持续时间更长 就意味着在实战中更能占得先机 根据大量的实验结果表明 眼牛冲锋枪有着很高的精确度 可以使用标准型和加强型的马可罗夫手枪弹 经过了一系列后续改装的眼牛冲锋枪 装备于俄罗斯特种部队 并已经伴随着该特种部队经历了 北高加索地区反恐作战等军事行动的检验 充分显示了其卓越的战术性能与实战需求的结合 手机应用商店 微博微信公众号 搜索中国军事网或者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 收看更多好看好玩的节目 迎娶观影大礼 观军事知天下 尽在中国军事网